目前全球的疫情虽然是缓解了 但是也让人类再次警觉到了一个新的现象 也就是疫情让我们的地球变干净了 这句话又怎么说呢 其实全世界现在因为封城不出门 所有的经济活动是大幅的降低 而国际能源总署也就在4月的最后一天 糟糕了全世界 2020全球能源相关的碳排放量 竟然是创下了破纪录8%的跌幅 当然这个都市跟居住环境少了人少了车 所以现在各式野生动物 竟然就趁着人类关在家里不出门的时候 纷纷出现在街头享受自由与清新的空气 当人类因新冠肺炎疫情降低活动和污染后 居占的大地终于能还给万物 一想不到动物石禁秀也开始疯狂上远 卡什米尔山羊大军攻占英国小镇住宅区 你冲我也冲当然不能输 羊群毛起来光大些后看到潜艇花园的树叶 先是饱餐一顿在若无其事的站上矮墙孙参碎 而动物走进住宅区探险的还有它 听到野猪叫声楼上的老奶奶表情真的有够复杂 以色列出现大猪带小猪走进花园找食物 如果这还不够狂 那么请问泰国看一看 为了一根香蕉 上百只猴子军团向达清美式足球跑牌里情报 因为早习惯游客喂食 可是人类过来肚子人生的好饿 这正是吓傻当地民众 但本该更吓人的大型动物回归大地后 不管变得超级猛 四脚潮边躺在博游路上 南非克鲁格国家公园因疫情关闭后 狮群们终于不用看原类前的地盘 放行发展道路大吹长 隧道连收子开过也懒得招呼 另一头的母狮更抓紧机会出来散步 动物烙的心弦不用再闪避原类 因此优胜的地国家公园 不止小路线踪 连大黑熊也放下戒心 出来六大 很多种类型都在城市里面存在 但是因为他们经常遇到的危险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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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人们 都被我们经常遇到的自尊 將自然還給動物 當人們不再打擾他們的生活 無論城市或郊區 都看得到各種動物的自在身影 連海邊上演難得幾關 密密麻麻的白灰小姐 滿足整個沙灘 垃圾地看 過去被游客和洋傘占滿的地方 現在沿到海鷗上 而印度則出現龜海潺染 這般景象十年來前所未見 則在往泰國的洋面看 還能發現近射海水裡 有大批魚動悠遊 過去因人類活動干擾 鮮少陷動的他們 也跟上這個好時機 全球動物幾乎不奔海陸空 通通來放風 可愛動物大解放 恐怕是各國深陷新冠肺炎 疫情下最熟壓也最療癒的畫面 因為當人們因疫情壓得難以呼吸 停下日常關掉污染後 地球反倒鬆了好大一口氣 對比去年同期的二氧化彈 和NO2排放 潛色的影響範圍在中國 武漢 義大利北部 美國紐約等地都明顯縮小 特別提到二氧化彈 原因在於它足以造成 呼吸道疾病惡化 是空氣中的隱形殺手之一 主要的排放來源 正是疫情期間 大幅停擺的汽車和工業場地 因為疫情 人類倒退的經濟發展 卻讓地球健康度更進一步 除了二氧化彈 各地碳排放也明顯減少 芬蘭能源與清潔空氣研究中心 各發現 但在歐洲國家 4月份因為發布禁足令 加上石化燃料污染造鹼 不包含吸管肺炎罵難者 死亡人數居然比去年同期 少了一萬一千多人 總共疫情能 能夠救更多生命 因為每年都死亡 每年都死亡 空污造成全球人類壽命 平均減少近三年 每年有880萬人 因此早死 新冠病毒肆虐 多國被迫封城停擺 卻意外救了上萬條性命 自然藉在疫情之下 仁慈的給了我們 更多活命機會 因此世界各地開始形思 新冠病毒給人類上的這堂課 西班牙一位網民作家 Vivian以利益人稱的方式 寫下這篇 新冠病毒給人類的信 他說 我終於讓你們人類傾聽了 我讓你們發燒 就像地球上燃燒的火 我讓你們呼吸困難 因為污染充斥在地球的空氣 維尼斯的水是乾淨的 因為污染水質的貢多拉停止了 臭氧層也因為地球暫停運作 在恢復中 每句話都帶著病毒般的威脅 提醒全世界若再不珍惜家園 那麼地球的復蘇就只是曇花一現 全球因疫情感到痛苦的同時 被迫停擺的生活意外藏著美好 地球變乾淨了 動物也變得更快樂 但願我們都能牢記 看人類休憩一共的地球 疾病承受過各種人為傷害 最終也就給出包容 疫情之下 這或許是我們收到的最好的禮物 但別忘了 看這份神經繼續留存 這或許是我們給下一代的 歷史祝福